各位網友,早晨,我是吳仔 早晨,我是Hei 我們Hei5,神早新聞報傳 請大家給個like,支持我們廣播 今天天氣如何呢? 來到9月1日,禮拜日 受高空反氣旋影響 華南普遍晴朗 今天大致天晴,有一兩陣驟雨 日間酷熱 市區最高氣溫約33度 新界會再高一兩度,吹微風 嘩,今天的新聞多厲害 你看到片頭,金毛仔偷東西 有書不讀 猫仔,你真是到處搶東西吃 香港有這樣的情況 也不是說少見,有些直接入谷行劫 這樣 我們那時候在宵夜吃都被猫子搶過東西 這件事真是黑悟空 不知道在哪裏搞這些東西 一定在香港 可能在猫山附近也不一定 搶開又搶 小心點 各位 今天的新聞很嚴重 好像昨天有一架國泰飛機 引擎爆炸 哇,臨起飛前起火 他們的乘客真的有福報 你說上去的時候才來爆炸 我真是大加利是 竟然這樣著火 好像在台灣那邊飛回香港 臨起飛的時候才來爆炸 二百幾十條人命 真是險死的,不是跟你說笑 等等,等一下研究 另外有一件事是大新聞 上次沒有一個成大教授跳軌 我不是說在網上找到遺書 不斷說了一點點 其實當日我們主要在討論教授為何會這樣尋短 叫人珍惜生命 想不到那篇遺書是假的 然後國安抓了兩個人 說他們發佈煽動的鐵文 所以在網上的事情不能盡順 我那天在各大 各大新聞下的留言 看到遺書,有很多like 我第一次看新聞 我講了三四年 遺書也有假的 幸好那天我覺得已經有點奇怪 有些東西沒有讀出來 只是希望大家珍惜生命 一會兒譴責一下這些事件 你仇恨某些東西 你不能夠去造假 去以一個人離世的時候 做一篇假的遺書 在這裡騙人 這是要譴責的 現在國安抓了兩個人 另外還有一件事 今時今日還有人信 性交轉運 究竟是甚麼事件 你真的 你真的 你跟李嘉誠是可以轉運的 如果是你跟李嘉誠成交 但是你現在 你真的 你這樣還相信甚麼法事 你真是搞笑的 你是今時今日 詳細新聞內容 詳細新聞內容 這些新聞 日出康城 有一條金屬條 飛到街上 踏中泳池 差點打死泳客 因為那條泳客 因為那條泳客 在他前面飛下來 整支鐵條 在30號 第七期的泳池 游水 有條金屬 突然在高處飛墮泳池 差點打中泳客 那泳客形容 在我前面飛下來 如果我游快一點點 他就死了 提及過往也有石屎 那些就飛下來 哇 真是 他說物業管理處 那裡要正視 這樣搞 真是 交那些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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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合彩又沒有人中 那些 下期 那些 沒人中 那些 那些 2日 21 34 36 41 47 特別好 第一 頭掌沒有人中 2掌3.5 每处派40萬 3掌31 派12萬多 9月3日 1200萬 那些 投掌基金,家人不買了,買了就養了我 麻煩你,買了就養了我 就是這樣,挺好的,被養是一件開心的事 好,另外看看,有一個斬人 香港斬開的禮,洛馬洲男子,四個人那一棍那一刀就伏擊 有人投手就受傷了 昨天晚上10時34分,姓余,23歲男子 在河上鄉,重屋徑,將車停泊在村屋對開後落車 期間被四人以棍和刀施襲 兇徒,隊員後就去輕營貨車走路 有車接送 那男人手部頭部受傷,自行報警 又送到北區醫院治理 警員經調查後,將案件列為商人跟進 正追緝四名中國籍男子,當時穿深色衣服 害怕,害怕,害怕,害怕 好,另外說的是何文田,大廈走廊 那個電箱就失火,男子和九歲女童 吸入濃煙後不適 無端端,一個電箱又拱養 昨天晚上9時35分 在康園一樓層 何文田街康園 25名住客疏散 消防員張火很快便 吸入濃煙,有點不舒服 說是大廈的電錶箱 因為電線短路而引起火警 看到現在新聞說 有人說 今年由5宗打瘀毒幹菌中毒的個案 衛生署自行注射相當危險 你自己打針,傻傻的 他打什麼? 打瘀毒幹菌,BOTOX那些 又瘦臉,等等再說 現在發現6月至8月期間 有公佈兩宗中毒個案 中年婦女在深圳和珠海打針 不適 有人要入深切治療部 情況下危險 很危險 藥注射不當 可能引致身體其他部位副作用 你不可以打到血管 不懂得打,有些自己刺 因為在網上有得買的 那些瘀毒幹菌針 很適合 在淘寶有賣 不知道打了什麼 你不懂得打針 打了空氣也慘了 你省了一千幾百 最值錢的 還有打瘀毒幹菌針 人們有瘦臉 刺咬肌的 其實臉部尾了也很酸 因為你沒有肌肉承托 臉部的骨膠原 你兩塊肉倒下來 是很噁心的 我自己也打過 我也是扔了下去 那個位置不漂亮 真的不漂亮 現在沒有了 我還練習了咬肌 其實咬肌越強壯 生物科學告訴你 那個人越年輕 咬肌是人體最大力的肌肉 咬合力 跟那個人的年輕有關 這些不說那麼多 總之告訴你不要打這些針 不過很多人都打 照樣打 傻呀傻呀 那時候打小腿也有 阿嬌那些 他們剛剛有的事情 他們還不知道 肌肉大便粗 粗便練習 耐力便瘦 這個很蠢的衣味 好 另外呢 有野豬被撞死了 在香港仔 逛逛逛逛逛 最後呢 撞到爛了 整隻 中間劏肚忙 雷兩天的士 手尾相撞 一隻野豬被司機撞到分開了 真的很噁心 野豬仔 吐破牆流慘死 這隻豬 真的 阿里陀佛 這樣形容得這樣 我們每天吃 吃這麼多肉 動物都吐破牆流 煮熊也吐了 連血都不放過 又豬雜 又牛雜 覺得很淒涼的 吃素 整餐 勸喻大家 這些小小的交通意外 沒辦法 每天都生生滅滅 最重要自己沒事 說說這宗國泰 真的嚇死人的客 臨起飛時 引擎傳出爆炸聲 看到有火燃出來 引擎毀爛 275名乘客 鬼門關節返 這樣說 上到半空 真的不行 你死了 起跑的時候 燃火 突然出現火 中止起飛 返回停機坪 275名乘客 行程受阻 行程受阻 不要緊 最重要人沒事 國泰 國泰航班 CX-431 客機 國泰顧客 商務總裁 劉凱斯 提及 事件中 沒有人受傷 員工已安排 受影響乘客 轉飛另一班飛機 嚇死你了 這些事 這個屬於機型 空中巴士 A330-343 本身昨天早上11點4個字 從高雄起飛回香港 其實飛機程度很短 高雄那邊回香港 只是一個多小時 機器在滑行過程中 引擎出現問題 導致機師放棄起飛 正常 起飛才會害怕 這件事 公佈了 高雄航空站那邊 客機因引擎發生狀況 天色亦是昏暗的 台媒一道聲稱引擎出現 穿洞的情況 台灣媒體說 另外有乘客益述 他說 曾感覺到客機傳出巨響 微微飛起 突然之間再次觸地 起飛再觸地 機師透過機上廣播 2號引擎發生問題 當客機挖回停機後 相關工作人員 上次檢查 其中一名乘客憂慮 由於很多旅客 需要前往香港轉機 行程是大亂的 嘩 不是說直接回香港那麼簡單 香港是轉機站 這個可怕 這個可怕 這樣做 高雄富港 爆巨響 霧火光 即是爆炸 這是很可怕的事 可能未必是爆炸 有機會是磨擦 引致起火 不清楚 不清楚 但有爆炸 還有整個引擎 整個引擎 有相片拍出來 客機打開推力 反向器 露出引擎內部位置 嘩 真的 所以台灣媒體說 是穿了洞 我不知道它是真的穿洞 還是打開什麼 我也不懂機械結構 但是真的是很危險的一件事 如果飛機有什麼事 有報導 澄清一下 它打開減速系統 被誤傳引擎 就串洞 就不是 不過 它是幸運的 飛機是起飛前出現問題 否則是一個嚴重的空難 會讓城 當然了 飛了上去 幾多米都是這樣說 你一起飛 你要降落 你也是有危險性的 你很厲害 你一起飛上去 那一刻 你是用最大的速度 最大的動力 飛到最高頂 然後那裡爆炸 你就大了 嘩 你很幸運 很幸運 很幸運 那麼 祝福各位 另外 講到那宗 國安拘捕了 一個41歲散工 涉洩洞 就押往搜車 就說他看完城大教授的假遺書之後 就放道念登箱 其實就拘捕了兩個人 國安在九龍新界 就拘捕一男一女 分別是41和28歲 那麼之前那天 就有一宗新聞 我說香港城大學 香港城市大學建築學 土務工程教授 他就在九龍塘站 就跳鬼輕生 那麼 在多份的報導 下面的留言 都看到有個遺書 我當時又寫得 哇 什麼寫得這麼優美 其實都有很多可疑的地方 我是恐怖的 因為那篇文章 我形容為恐怖的 就是說什麼 什麼日常見 什麼什麼 那些什麼 真的很恐怖 那麼 當日那個焦點 其實是放在一個 亡者的 我在研究 就說 真的 可能沒有人陪她 分擔 她有壓力 希望大家不要這樣做傻事 我說一個人讀這麼多書 就是社會給了很多資源 應該回歸社會 就不是搞這些事情 這個是表示可惜可憐可悲 好 那麼 原來那篇文章是假的 那篇文章是假的 有些內容都奇怪怪怪的 又看黑車又這樣又那樣 那麼 有些內容我都知道 不讀得出來 那麼 原來真的有人發佈死者的虛假遺言 持續在多個地方 甚至放悼念燈霜 那麼內容涉及煽動他人 引起對中央和香港特區政府的仇恨 據了解 女兒犯在連登討論區和社交平台發佈 虛假遺言的截圖 而男兒犯看到假遺書之後 自發開電單車到城大附近 就掛上貼有虛假和煽動仇恨信息的燈箱 他知道燈箱上印有虛假遺言 在昨天下午2點 警方押41歲男子去到大圍遣境街 遣田街交界調查 期間搜查一架懷疑的涉案車輛 也帶走兩個頭盔回警署調查 初步顯示調查兩個被捕人不認識 女被捕人28歲 說他知道城大教授自殺案後 立刻在連登討論區和社交平台發佈假遺書 的截圖 男被捕人41歲 報稱做散工 英屆早前網上看到這些假遺書 自發性做這些事情 兩個人違反維護國家安全條例第24條 煽動意圖作出一項或多項 具煽動意圖作為 是 香港城大那邊 事後發表聲明 呼籲社會各界設物輕信網上傳言 對於教授的離世感到難過 希望各界讓他家屬有空間處理事件 城大支持守法巡規 現時事件以交警方處理 校方會配合執法機關工作 沒錯 你對社會這樣那樣也好 你這樣借用別人的離世事件 他想達到自己的目的 這一個是 市民被人欺騙了 其實那個 你說他不認識他 自己開電單車去做那些悼念活動 基本上 他也是被人欺騙了 其實他也是受害者 當然他寫的東西也不對 但是他又被人煽動 真的有一個不認識的 真的被人煽動 哇 原來死者曾就健康 精神健康問題 相關事宜尋求專業人士協助 最近疫情透露對身體健康和工作問題感到憂慮和困擾 警方對有關在網上發布一些未經證實的截圖 以及作出沒有事實根據的不負責任言論 表示強烈的譴責 警方呼籲市民要小心分辨網上資訊的爭埃 是的 所以我們真的要很穩定 網上有時候的事情 是正當新聞媒體發布才好看 網上很多人都是 不過很難說 娛樂新聞也沒關係 這些港民就不能這樣 娛樂新聞很多都是吹水不壓嘴 我們說說另一則新聞 這則是吹水不壓嘴 我會說說 對話說出現性交轉運和投資騙局 文職女失身和被騙40萬 兩男女被捕 真的有食有力 有人說 吹水不經常說性交轉運和有錢人的性交就可以轉運 我說 我意思是性交也可以是正常結婚的 結婚也包括性交 那一種就是轉運 但是你被個法師占卜 就是這樣轉運 你也是貼的 今時今日仍然有人相信 透過占卜服務 在社交平台認識了一個人 自稱占卜師 占卜師 對方可以透過占卜 發生性行為改變他的命運 其實他真的改變他的命運 現在就行衰運 不如騙了40萬 他沒有說錯 他的性交轉衰運 不過你以為可以改變他的命運 是不是越來越衰呢 這樣找人笨蛋也有 對方有史女事主 在28日凌晨時分 喂 今個星期三 在牛頭角女事主的家裡發生性行為 同日下午 女事主再被對方誘騙到官堂商業大廈 聲稱可以為他開設高回報投資 握了30萬 再用信用卡購買10萬元的購物券 騙徒得手後 立即要求女事主 加大投資金額再次發生性行為 他懷疑受騙 報警求助 哇 警方在30日凌晨時分 以虛假藉口觸使他人作非法性行為 和串謀詐騙 抓一個30歲的本地男子 調查相信案件涉及有組織犯罪集團 鎖定一名女骨幹 在三個位於官堂作詐騙用途的商業單位 搜查各樣 抓了25歲的本地女子 相信她是涉案instagram帳戶的犯罪集團操控人 單位內 手獲兩萬元 犯罪得益 不同的占卜用品 大量的銀行卡 電話卡 記帳簿 還有大量避孕套 真是賤格 真是賤格 你做一檔東西出來 收藏這麼多大量避孕套 因為打算搞這些事情 真的要抓了 真的要抓了 但是現在竟然有人相信 這個世界有很多善男信女 有人說五仔的佛禪環節很好聽 好聽得來就不是全香港都聽 有緣份就聽到 我經常都說風水命理 去到最高境界就斷鼓 這些就直接說一遍 讓人們有一個深入的記憶 這些是騙人的 騙人 騙人 騙財騙色 在這裡 利用他人 搞得轉運 本身已經是混濟 不混濟就認識不到 然後 還會留下陰影 我覺得要嚴懲 一般的強姦罪 都要坐十年八年 這些欺騙 一定要比這些更重 因為心裡很邪惡 很邪惡 邪惡的強姦 強姦是強勇 都已經很邪惡 他還要為你好 然後做這樣的行為 又騙錢 這些真是 心壞到不得了 我心目中要坐20年 至少 我不知道 當然不知道他會坐多久 但這些真是離譜 尖沙咀 尖沙咀又打架了 尖沙咀 兩男女如刺目光問題 爭執 最難打傷三人 搜查再襲警 你神經病 警察也打了 他真是喝醉 打醉拳 有個女人和男人 用洗手間的時候 目光問題 就打架了 女人報警 然後兩個 三十九歲 姓黃 和三十五歲 兩個都是姓黃 男子 不過 對 被那個男人又打過 警察來到 看到他滿身酒氣 喝醉酒的人 連阿sir也打了 普通襲擊傷人 襲擊 自造成身體傷害罪 以及 行為不檢 意圖襲警 或五宗罪被捕 由這個 油尖警區 反三合會 行動組跟進 是 事件中 那女兒和兩個兒子 臉都受傷了 南警心口痛 無需送丸 他剛才說 意圖襲警 嚇倒 意圖襲警 但這些當然不對 很離譜 香港很多很離譜的事 有人刺老賣老 兩個長者北上 乘巴士不排隊 站頭職員阻止他們 在混亂期間被人推跌 即是站頭職員 推到推到車道 整個跌倒 那職員就跟他們說 不要讓他刺卡 不要讓他拍拔 就說他們打尖 婦人看到車掌反映期間 竟然提出 為何不給 每次老人家都可以給 即是給打尖 接著要求 島地的職員 走開 他說 你不要裝作 你這麼大隻 我推得你動 我七十三歲 我這樣 接著外婆 最後拘捕老公下車 他說 不去啦 不去啦 很麻煩 尼老闆 麻煩是你兩個人 讀書沒有 排隊都不認識 真是 真是 老公是反駁 你這麼大隻 說髒話 你這麼大隻 我推得你動 我七十三歲 老大了 網上的人說 這些人像老賣老 真是討厭 壞人變老了 就是這樣 每次都變成老諷 員工做得對 一定要拿正來做 我覺得這些 直接要開個樣子 背後 背後 背後不要讓他坐巴士 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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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尖就關人事 這些 很討厭 破壞社會的秩序 看到這些 大家有拍片 放在網上 就告訴別人 我們不要做這些人 這樣 讓家人笑 他也好 很討厭 幾十歲 很多 你去馬場 你見到的 伯父 都是這樣 很討厭 很討厭 譴責 大家表示 另外 這個搞笑 很討厭 一腳踢爆自己的槍 玻璃碎片 跌到街 打中私家車 幸好沒有打到人 如果命都沒有 空中墮物意外 昨天早上 9時39分 寶馬山道 塞西湖大廈 有玻璃碎片 飛到街 原來 43歲 聖王 呂護主 睡覺期間 不知道為什麼這麼刺激 一腳踢爆玻璃槍 導致玻璃槍飛到街 打中私家車 聖堯 68歲的車車主和他 麻煩你陪我 案件列作 汽車損毀案 又不是容許雜物 在高處墮下 因為他在睡覺 他說他在睡覺 一腳踢爆玻璃槍 你怎麼設定 睡上床還是怎樣 我真的不知道 為什麼可以這樣 好少 這些事情 好 好 今天新聞先說到這裡 好嗎 其他那些 不多說 下次再說其他新聞 拜拜